G台的双倾主播黄嘉谦 杨谦佩也引邀出席 而整场的活动就在刚从香港宣传回台的F4出场之后 掀起另一波的高潮 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 F4在台上和歌迷们互动 甚至还被要求画出早上刚睡醒时的自画像 各位 第二回合 我们的周云林 第安 来 刚从香港掀起一阵F4风暴的他们回台湾之后 便要马上面对流星花园在内地被禁播 以及被周刊报道在香港宣传时耍大牌的传闻 反正没有耍大牌 那我想误会 我觉得就是 我看起来好像他们有写说 如果我们在台上的时候 如果跟歌迷挥手的话 那也不好因为会暴动 或者他们会更疯狂会冲过来 那如果我们不挥手的话呢 就会被写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写词 这个会到底有什么意义 除此之外 在朱夏天还要澄清和一起合作贫穷贵公子认识的 有什么意义 娱乐新闻彭夏强代志伟曾淑华采访报道